我們開始題目 首先我們看第一題 若 已知的連例方式 有兩組以上的解 求AB 置值 那麼 這個連例方式呢 有兩組以上的解 代表呢 這個連例方式 有無限多組解 因此呢 這條件為 DETA 等於 DETA X 等於 DETA Y A 等於 DETA Z 然後再等於0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先利用 DETA等於0 我們先算B 那DETA 等於0 這裡呢我們可以寫下 這是 1-23 然後這是 -23-4 然後這3-4B 這行列式的值呢 要為0 那這裡我們把它展開 1乘以3乘以B 這是3B 加上-2乘以-4乘以3 那麼這是加24 然後加上3乘以-4乘以2 這是加24 然後減掉3乘以3乘以3 這是減27 然後減掉 -4乘以-4乘以1 這是減16 然後再減掉 B乘以-2乘以-2 這是減4B 那麼這要等於0 所以呢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可以算出 這B 是等於5 這個答案 接著 我們要求A 那我們想用這一行換掉這一行 所以我們是利用 dataZ等於0 這個條件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寫下 這行列式 這是1-23 然後這是-23-4 那這一行呢 換成是-4A0 這要等於0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展開 這裡呢 1乘以3乘以0 是0我們就不寫了 然後呢 加上-2乘以-4乘以-4 那得到 這是-32 然後加上 3乘以A乘以-2 那我們得到這是-6A 那減掉 這是-4乘以3乘以3 那變成是加 36 再減掉 A乘以-4乘以1 那變成是加4A 再減掉0乘以-2乘以-2 這0我們就不寫了 所以呢 這是等於0 那由這式子 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可以算出 這A 是等於2 這個答案 因此呢 在這裡我們回答 A是等於2 B是等於5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題 那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題 第二題 若 這連立方是有兩組以上的解 求A B 自止 那麼 這連立方是有兩組以上的解 代表呢 這連立方是有無限多組解 所以呢 這條件為 Delta 等於 Delta X 等於 Delta Y 等於 Delta Z B 這要等於0 那麼這時候 我們先求 A 這值 那麼我們要讓B 沒有呈現 所以呢我們要用這一行 換掉這一行 因此呢在這裡我們是使用 Delta Z 等於0 來求A 那麼 Delta Z呢我們可以寫下 這是 211 然後這是 負1 A 2 然後這裡呢 是0 2負2 那麼這等於0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將這行列式展開 2乘以A乘以負2 這是負4A 然後加上1乘以2乘以0 加0我們就不寫了 再加上1乘以2乘以負1 那麼這裡我們就寫 減2 那接著 我們是減掉 這是0乘以A乘以1 0我們不寫 那在減掉2乘以2乘以2 這是減8 然後在減掉 這是負2乘以1 A乘以負1 所以呢 這是 減2 那這要等於0 因此呢在這裡我們算出 這A 是等於負3 這個答案 接著 我們要求B 那麼我們可以用 這一行 換掉這一行 所以呢我們可以使用 Delta Y 是等於0 這個條件 來求B 來求B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寫下 這是 211 然後這是 0 2 負2 然後這是 1 2 B 這行列式的值 要為0 所以呢我們把它展開 在這裡 2乘以2乘以2乘以B 這是4B 然後加上1乘以負2乘以1 所以我們寫-2 那加上1乘以2乘以0 這0 我們就不寫了 接著 減掉1乘以2乘以1 這是-2 然後減掉 這是2乘以負2乘以2 所以呢這裡我們寫加8 再減掉 這是 是B乘以1乘以0 我們就不寫了 那這要等於0 所以呢我們由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算出 這B 是等於 負1 這個答案 因此 在這裡我們回答 A是等於負3 B是等於負1 這個答案